這個比較細小 這個大西筆在元朗 我們說明這個節目 今天一天有一家大小去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 尤其上一年級的老人家 會喜歡喝茶 所以我們一早就先去喝茶 為何我會選擇喝茶呢 例如父母、爺爺 喜歡一中兩見 小朋友就會喜歡吃點心的燒賣 例如我喜歡吃蝦餃、燒賣、腸粉等 我們在那裡叫到整桌都是點心 吃完這個早餐之後 我們就要出發了 出發去大西筆 大家不要以為交通費貴 只要我們去西鐵站 任何一個西鐵站就買一張西鐵傳的通 這張車票只是20元 一天就任你搭 任你搭的交通就包括了西鐵、輕鐵、接駁巴士 這樣就20元 就可以整天用這張車票來搭 非常嚴重的 我是去過很多次的 我也有很多槍車、車票的 首先現在就去到錦上路 錦上路 錦上路有個Firmark 有跳組市場 這個市場是星期六、星期日 還有公共價錢才開的 這個Firmark 雖然不是很大 但你要找的東西和看的東西都會很多 還有價錢不是很貴 真的會比外面的便宜 因為有些廠商會租鋪位 來賣廠商的東西 還有有些有機農場 也會在那裡租一個位 來買有機菜 其實錦上路有兩個Firmarket 還有一個就是熊磚屋 這個熊磚屋是室外的 但是它都是假期才開的 有食肆 譬如你會覺得已經有點肚餓 或者想喝東西 在熊磚屋那裡都可以吃到東西 之前SWOOD介紹過私房菜 包括紅層米糕和百寶芽 那些私房菜是在熊磚屋裡面的 你們也可以上網搜尋熊 可以打電話去訂購私房菜 最好就抽涼之後才可以訂購 因為這個熊磚屋裡面是沒有冷氣的 夏天去就只有一個熱子 這樣很好吃的東西 你們都會大打折扣的 譬如現在已經開始抽涼了 大家不妨可以去訂購 好了 去完熊磚屋 走完Firmarket Shopping之後 大家都應該到中午的時間了 中午的時間 我們用一張全日通的票 去回搭西鐵 轉輕鐵 去到元朗市中心吃一個日本菜 為什麼我會提醒大家去那裡吃一個日本菜呢 因為元朗的日本菜 跟我們市區的日本菜有不同的 因為他們的魚生 壽司很大件 例如你在市區吃的那些 只是細小件的 但是你在元朗吃的壽司 他一見魚生 就可以在你外面吃三別的魚生 那份量 可能現在也有些是 而是為市區 但是這個大件的壽司 你看整隻筷子 魚生片 最初就是元朗才有的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田中 因為名氣太大了 人們排隊排得很厲害 你們要去吃 最好是吃頭胃 五點多就好去 你看看黃金鱗魚壽司 外面的壽司 但是它是很大件的 有一個對比 那邊的就是那邊的馬丹蝦 它會幫你搭配 這碗是100元四隻 旁邊是90元三隻 你看看分量自己做的對比 一定是超值的吃這個壽司 天鱗一隻都很大件 吃完壽司 吃到飽飽 我們又要去玩一下 元朗最有名的就是 不是最有名的 其實這個濕地公園 其實真的挺有名的 其實它是獲得國際大獎的 這個濕地公園 其實這個濕地公園 我們又可以搭西鐵去 又用那張全日通的飛 全日通你搭西鐵去天水圍 然後轉輕鐵 轉輕鐵的巴士 你們都是出事那張全日通的車票 就不用再額外付錢了 然後去到濕地公園下車 就是去到門口下車了 濕地公園 大家記住先期而休息 沒門票就不太貴 還有有團體飛賣的 詳細那個售票處 售票多少錢呢 我就不記得大家去 一場去路 你們都會進去的 對吧 那裏就是華民室的公園 比如這些招潮蟹 騰桃魚 在那裏 剛剛Sylvia介紹事業人 剛才Sylvia介紹事業人